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福菜 青椒和豆芽搭配 炒出来的银子三炒连小朋友都说好吃 现在正是客家庄采福菜的季节 想了解客家传统腌制文化吗 来趟公馆乡体验客家人采福菜唱山歌的农村生活吧 明镜新闻 邱群超 苗栗报道 屏东县林洛乡有一群喜欢客家乐曲的公教退休人员 组成了大火房艺术团 在屏东县林洛乡客家村落的这一户人家 经常传出传统的客家乐音 参加团练的大家是志同道合 有不少是老师或是公务人员退休的 平常聚在一起说说唱唱 最后组成了大火房艺术团 不管是客家山歌或是宗教圣乐都难不倒他们 指导老师就是这位快要八十岁的老先生 他呢随时都可以来这么一段 充满客家风味戏曲的表演 明镜新闻 邱群超 苗栗南庄有咖啡香之称 十年来开了上百家的咖啡店 花园里的向日葵显得闪闪动人 大人小孩都忍不住要和向日葵来个日光雨 这里是苗栗县南庄乡 原本绿油油的稻田在几个月前全面改种向日葵 转型的目的是为了观光 南庄有咖啡香之称 十年来南庄开了一百多家的咖啡店 整个乡镇充满了浓浓的咖啡味 因为这个散路不必要一口行 所以因为我们就是朋友 勇气十足 因为路空不必要一口 所以外面的生意比咖啡 真实冒着生命的危险 喝杯咖啡 吃块松饼 和三五好友敞扬在大自然 欣赏四周的美景 南庄乡的咖啡店 让人觉得很不一样 民事新闻和内墙 陈晓清 苗栗报道 生命保障吧 反应连保障吧